王叔点评有多犀利 批评满味都不留情面 句句扎心 想不得罪都难 大就不得我批评了 大奇怪了简直是 而且那个他的 哎这道 你看这我一朋友都在 相当的人聊天 就为他说他两句 他现在又有点越来像你老一少 他说他跟人我现在没生活了 年轻人的时候 他如意特别学习的话 年轻人的生活是生活 虽然大的不叫生活 那我想问您在哪呢 这么些年 您那当的五等那不叫生活呀 这太有意思了大家 所以我觉得大家 有点拍年轻人把屁说出来的 没必要 我们节目没有播这个 我们在私人谈话 他说天外你也登了 你看你知道闹什么事你 你说你是不是挑事 我们私人谈话 我跟你说你这叫卑鄙 你知道吗 我绝对不是说想想那个 当时因为 我告诉你们媒体 你们在这臭聊什么呀 你们一天到晚 然后你说我在骂杨兰 我当时要给人杨兰道歉了 骂杨兰啊 你们什么玩意儿啊你们 因为当时是在录节目的现象 我们录节目 但是我们不是所有节目都录的 刚才在那录节目是叫全播吗 你的媒体的读者 不是所有的有青少年 你这不知道 是啊但是我没有说当时表示这个意思 有这就是您这句话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我绝对没有说 不是我我对吴征的个人看法 你不适合蹬出去 知道吗 我们在节目里都没用吗 我们在那聊的时候 聊到吴征了 我对他个人 但是我们个人的看法 你又不通过我们 你出去给蹬出去 你什么意思啊 你因为当时我已经问过了 你问过谁了 我不这么想 那这个为什么后来你这个从美国回来之后 跟你小刚就有点疏远呢 因为当我跟方航空我在一起 他的造成他的作品也被毙 嗯 那我们只好分开做 你不知道我在甲方乙方 你不挂我名就有麻烦 你不挂我名就没事 嗯 那何必呢 嗯 我就大家自然分开 那慢慢的 他是他他他他希望进入主流嘛 我希望演边缘人 所以跟追求不一样 嗯 所以甲方乙方拍完之后 他一生叹息 你还是不太同意 没有 那是当年被枪毙的 浪费不堪的日子 嗯 他拿手拿去 这本来就是我们俩一起写的剧本 嗯 他坚持着王正天给了我一笔钱 但我也很感谢了 呃 一生叹息放了以后 你说这个电影 呃 其实是小刚挺看重的 可是你觉得 嗯 不满意 我没不满意啊 谁都谁说的 我都不 后来他电影我都不怎么看 嗯 我没有那么自电 我写过这东西 我全都 那么白方 我只知道出我一小偷的闺名嘛 而且我觉得 我不太明明 我觉得这事 你知道开刑的算 对我们来说算入室盗窃 我我我我说在 当年后 我根本就不知道 有一八年后 我只知道出我一小偷 难道你 你假如说你这事儿没人管啊 我当时 出动了一篇 安波顺也有责任在这儿 嗯 你你干嘛再出他的书啊 那么 你看到就包括金庸辱训 我什么时候对他们进行过人身公益 你看网友 对我进行人身公益什么样 我怕他们 当然不怕他们了 这个在八年我觉得非常正常 只有金庸这种不客户人 他要觉得我八风不动 你什么呀 怎么你了 你就八风不动了 分明你心里还是动了 嗯 你要不要为什么感觉到疯来了 我这谁听人家听 就感觉被吹到了 真行 然后那个 我做个语 语在鸡讽 稍微刻薄点 我什么时候我学口 喷人默 王明彬说 我评武训 他说提开水教我 你敢 我到南京找你 你烧开水的 我不信你还敢教我 所以这些人 其实他们对我使用的语言 更加乐意 当然如非就是 我的语言 更加刺 刺身力更大了 他们骂成那样 他也没有我有利 那多好 特别是当那个 跟我来劲的时候 我会那个东西 我那欺负人 那劲会上来 我不觉得对啊 如果说我 他又觉得受伤了 我也可以给他道歉 我是听说他到天文学 当主编去了 说实在 我希望他好好干 而且我原来评论文章 写的比他小说好 他这文章让我知道好多事 原来我不知道 比如说 我不知道您是新疆人 而且这事是一误会 我们说北京 我原来一直以为你是北京作家 您何而不是 那不是就没有 这完全是一误会 跟你没关系了 人家在争谁是北京作家的吗 他们选我 我也未必去当 是吧 当然我知道您是原来也是神从出身的 但我就不知道 作品名怎么没写上 说武汉大学的 武汉大学方方 林白豆武汉大学的 而且他说二十年前出名 对 我算了二十年前八六年 是莫延出名的时候 那时候反正我不知道有您 那五百三文 是吧 这个就特别 他特别像鸟的这一点 全都不爱听啊 就是因为你那点事 事不大 你们这么好读的事 分为人是嫉妒 你知道 对吗 我犯的事可比你大多了 我全承认了 你怎么了 我很主动嘛 你再揪我 没法揪了 因为他那里有一个 不太正确的什么样 他说这么人嫉妒 你还不知道中文还有优越感呢 这是一个事的两面 有人厌心记录别人 还有人自己的厌约 瞧不起别人呢 这从中国人际关系不平等的 同样一个原因 然后 他那种 其实我们他 比如说他对道教 道对老鼠没有研究 你再讲 他那标准特别讲 德国人人人藏一本 这是标准嘛 你让德国人不人人藏一本 你认为老鼠就不重要嘛 他当时平衡的头你一跳 那我也不领配清 但是我不认识他呀 我谁认识他 我认识马来 我都不认识他 你没你啊 你出国就玩 你说玩 孟白亦 上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 我觉得知识不是一个阶级的特权 信息时代 知识是人都尽有的 民间里懂的人太多了 你想我啊 无师无畏 那你自己怎么给自己定位 人谈定个货 就这个定位很准 而我是一个悔过的魔鬼 我也不是天使 我也不是圣人 就现在很多大众文化线 比如说郭德纲啊 郭德纲我觉得挺好啊 那你怎么看一中天和余丹呢 一中天的油腔滑销也挺好啊 我觉得也挺好 余丹呢 我20%不喜欢 80%我喜欢的 夸夸其谈 他又犯了之分的一个特大一毛病 就是把残酷的历史审美化 武侠都现成什么样了 你还在聊呢 一个女的你懂什么叫贱气啊 我做一个老军人 我严重讨厌这一点 你看看汉岳府那七十从军行 当你我当一辈子 我说那么多怨妇诗 你怎么不了解的啊 什么李白 李白一个求关不成的一个人 名利之徒 有什么可聊 随心所欲不欲拒 我知道有些距离 你是不能虐的 法律的这个框子 但是你画好边线 边线清楚了 你随心所欲是可以做到 你不要处处的怕动辄得救 处处想起来怕得罪人 得罪人得罪吧 得罪小人有什么呢 小人根本就不重要 你跟他小人做朋友才累呢 是小人得罪光了 太轻松了 我为什么现在感觉说这种 就因为我对这个社会无所求 你们什么都别给我 不要你们 我就剩回馈你们了 我要想憋着多卖几本书 我到处签售去了 我签售三百个城市 我绝对卖一百万 卖三百万 我才不干的事 余群老师太痛死了 参加太多选美了吧 有您什么事啊 钱力全还算个人 余杰就不是个人 我听说陈和他都冒充 学界领袖了 太可笑了 你比如我对上海 有几个人批评了 我不是批评的是上海人 是这种伪知识分子 我批评了他们 都是那种自我标榜 上百看 其实说你怎么看待草根伟花 我觉得我就是草根 我怎么不是草根 你们现在有话语权了 还能说草根吗 草根就是没话语权是吗 是什么大多数吗 我不知道你说草根是谁 草根不是皇上家生物 还是都叫草根行吗 你这么理解草根 当然了草根是谁啊 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草根是谁啊 农民是草根 吃草的草根 什么叫草根 是台湾的词吧 是 咱们这叫沉默的大多数 咱们这叫人民 那您觉得 这位网友提说 您觉得 《红楼梦》就是中国最好的小说 是怎样的 东宏导致之作 其实没有 后面没有啊 后面那家春秋 比《红楼梦》刺点了吧 是吧 另外一位网友说 在南河东都市报呢 看到您谈的王菲 还有林熙 平时您也很关照 关注流行音乐吗 关注谈不上 听是肯定要听到耳朵里去的 满着耶都是啊 王菲当然唱得好了 这还有什么说的 这不是什么 笼子都知道没唱得好 这不用我特别赞赏了吧 大家都觉得好吗 有人觉得不好吗 也会有办 不会吧 那个耳朵背成什么样 才觉得王菲 他唱歌不好 这道 你看 我有一个朋友 都在相当的人聊天 就为了他说他两句 他现在又有点 越来越像你老一少 他说 他说我现在没生活了 年轻人的时候 他网络特别学 年轻人的生活是生活 虽然那不叫生活 那我想问 您在哪呢 这么几年 您那当的古董 那也不叫生活啊 这太有意思了 大家 所以我觉得大家 有点拍年轻人 把屁说实在 那我们表演 大众龙坏线比如说郭德纲啊 郭德纲我觉得挺好啊 那你怎么看 一中天和于丹呢 一中天的油腔滑垫也挺好啊 我觉得也挺好 我当更喜欢是颜从年 想满足的 于丹呢 我20%不喜欢的 80%我喜欢的 夸夸其他 他犯了知愤的一个特大一毛病 就是把残酷的历史审美化了 这个历史上非常残酷 比如说他讲武侠 我严重不喜欢 什么李白 李白一个求官不成的一个人 名理之徒 有什么可聊的呀 就拿李白说事 李白 李白那两手 哗哗架 那么把团肉 我不是夸他吗 我说他 他不是 别骂人男的残妹吗 我就是在夸他 所以你这整个 整个80后的都是不屑的吧 80后那可不如一样啊 我特别不喜欢那一点 就郭德纲当时不道歉的时候 他粉丝支持他 给这庄鱼起哄 你说你们干嘛呀 这样人都受众 你们那小孩也开始起哄了 这行 我说的 他没人管你们了 所以我觉得你这事 当然郭德纲明说他有委屈 那我觉得法院判你道歉 那如果法院判我 我也不见得对那判刑有多满意 但我得执行嘛 我跟他支持你 等候捧你这些人 很容易把你害了 因为我特别不能理解 他那个流出 我为了粉丝不能道歉 他们算什么呀 所以你说过 你很怕别人对你好 这反正让我没法采取一个 坚决的态度 我妈您就笑脸 我怎么骂没法骂 感谢收看 点赞关注不迷路